穿越到了武侠小说中的短命龙头 并且一开场就即将被主角打断腿 为了不让自己变成残疾人 我连忙转动自己聪明的脑袋瓜 而我附身的人是名门诸葛世家的 王库子弟诸葛无音 他在小说里是拜进家夜幕中无人的混蛋 根据小说剧情来看 诸葛无音辱骂了主角白里真的师门 让将师门奉为父母的白里真直接抱走 虽然诸葛无音不会死 但这是诸葛世家走向衰落的开始 眼看着白里真杀气腾腾地朝我一箭砍来 我连忙伸手让他等一下 我可不能就这么吵了残废 道歉 不管怎样 先跟他道歉 我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白里真愣了一下 问我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讲究名望的世界 说不定反而会更容易化解过节 我可不是那个嚣张到被砍断腿的 顽固诸葛无音 我脸不红心不跳地出声道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这被打了一下后九拳醒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圣母一样的白里真大概率会选择放我一马 白里真恼怒地喊道 你刚刚还口出狂言辱我师门 现在却要跟我道歉 他果然放下了剑 这家伙肯定是在压着怒火 接下来就是要想想说什么才能逃脱 刚刚百少侠的话让我明白了过错 是我自不量力 不懂装懂 竟敢去辱骂你的师门 当然我也知道 就凭几句话是无法化解我带给你的侮辱 白里真开始犹豫了起来 看来还得再加把劲 我举起左臂喊道 作为谢罪 我将会献上我的左臂 周围看热闹的人顿时开始喧闹了起来 我要先发致人 看着白里真犹豫的模样 他的性格跟小说里真是一模一样 那个令人憋屈的性格被贯彻得太彻底了 下一刻 白里真就抓住了我的左手 接着对我说道 我明白了 是我没有考虑到你喝醉了酒 我果然还是涵养不够 你受伤了 我送你回去 我顿时松了口气 居然如此轻易化解了一场危机 幸好这家伙是这种性格 差点腿都没了 就在此时 一阵嘲笑声传来 真有意思啊 无鹰 我有些迷茫 在这种时候冒出了个谁啊 都叫无鹰了 是跟他很亲近的人吗 我说 若是真心想要道歉的话 不应该是拿左手出来 而是应该拿出拿剑的右手吧 不是马无鹰 白里真问他是哪位 我是皇甫世家的皇甫圣 你应该听说过我 在本地我们家族很有威望 皇甫圣表面和诸葛无鹰是好兄弟 可实际上却暗中指使他闯祸 要先解决掉这个家伙 我弱弱的出声道 我做梦也没想到兄长也在此 连篇眼中怎会有我 这么明目张胆的看不起人 也就是说 在小说里诸葛无鹰 只有在这家伙面前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我回应道 我对白里真的歉意是真心的 想要证明也不太容易 不难啊 要是想表明真心的话 献出右手便可 我被噎得无话可说 看他开心的样子 让我陷入困境 就这么开心吗 我咬牙出声道 此话倒是没错 但是重要的是 接受我道歉之意的人是什么想法 所以所有的选择权 都是握在百少侠手上的 无论何时 只要百少侠想要 黄斧胜顿时无计可施 他上前捶了我一下骂道 无鹰 我以为我们很了解彼此 但看来并非如此啊 我有些不爽 怎么什么人都要向我施压 不过很奇怪 小说里并没有这个情节 黄斧胜只是在一旁观看 并没有站出来 故事的内容在改变吗 百里真冷声道 此事已经结束了 我得到了真心实意的道歉 所以不想再节外绳之 就在此时 我的胸口传来一阵巨痛 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黄斧胜见状表示 他带我回去 断了腿的诸葛无鹰 和黄斧胜一起回了家 虽然情况发生了改变 但是大的走向 还是不可以改变的吧 接着黄斧胜 叫来了一个名为龙浩明的人 那人一身剑子肉 很是强壮 他将我背了起来 我居然能在这里见到他 虽然这里的人 都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千华见龙浩明 他是和百里真 一起闯荡天下的重要角色 多亏我早就知道后面的剧情 百里真对我喊了一声 早日康复 我心中暗暗想着 别担心 小子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坐在颠簸的马车中 心绪混乱的我慢慢平静下来 我真的在英雄鹿 这个小说的世界里 不得不承认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作为诸葛无鹰活下去 但我才不要作为一个龙套配角 草草死掉 或者被人利用陷害生死 然后结束这无谓的一生 无论如何我得好好活下去 他是叫百里真吗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把这家伙给忘了 看来要先取悦他才行 我出声道 我带着舞女去客栈 想要喝一杯 这小子就没头没脑地 跑来找我查 诸葛无鹰这小子 一向作威作福 定是无意中惹到了 在一旁观看的百里真 我可全都是站在 诸葛无鹰的立场上 肇事说的 哎呦 哎呦 这可真是太气人了 有钱难买也乐意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 百里真这野小子真是可恶 竟然这么不长眼 还让身为世家公子的你下跪 我有些无语 刚才还说要我拿出真心 现在又画风突变 他是打算利用我的愤怒吗 小说里诸葛无鹰被这家伙的话 蛊惑本想堵死百里真 结果被逮个正着 最终落得个兔死狗 砰的下场 虽然细微的内容 会因为我而发生改变 但是大的走向 看来还是一样的 要不我来稍微改变一下细节 接着我气急败坏道 回想一下还真是气人了 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黄埔兄 您给我一个护卫吧 正好我有个看上的人 他叫龙浩明 和我年纪相仿 看起来是个可靠的家伙 黄埔圣表示自己知道了 片刻后我回到了诸葛家 但这里比想象中的小多了 通过诸葛无鹰的记忆 我才知道 原来族人们全都离开了 袒护胡作非为的 诸葛无鹰的家主 去自寻生落 诸葛家的家主 无鹰的父亲 也如同菩萨一般将秘籍 财产 还有麦庭院买来的牛分发 给了众人 家道中落了呢 不过我的房间到底在哪 想赶紧去睡一会儿 但下一秒 我的眼皮就越来越沉 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 穿越到了武侠小说中的 并且一开场就即将被主角打断腿 为了不变成残疾人 我只能选择跪下道歉 根据我对主角白里珍的了解 他圣母的性格一定会放过我 在我痛哭流涕的道歉下 白里珍果然放过了我 而我穿越的这个龙套 是名门诸葛世家的 王库子弟诸葛无鹰 平常吃喝玩乐无恶不作 他还有一个皇甫世家的 好兄弟名为皇甫圣 可实际上诸葛无鹰 做的很多坏事 都是皇甫圣之的招 最终在皇甫圣的挑唆下 诸葛无鹰打算堵死白里珍 但却被发现 被白里珍当场击杀 不过既然我来了 那么我必然要改写命运 与白里珍化解矛盾之后 我和皇甫圣一同回了家 可刚到家门口 被白里珍打成重伤的 我就昏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醒来 我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应该是诸葛无鹰的房间 好像是有人将晕倒了的 我带到这里来的 也许是诸葛无鹰的父母 看着镜子里的模样 果然我那时候没有看错 这并不是小说里描述的诸葛无鹰 而是我自己的脸 此刻我竟然意外地平静 是因为这里是熟悉的环境吗 接着我就打算先回想一下 小说的剧情 可就在此时 开门声传来 诸葛无鹰的父母走了进来 他的父亲诸葛穿衣进门 就对我骂道 你这混账小子 我菊花一紧 看这架势 说不定我要被父亲打死了 但下一秒父亲就抱住了我 随后问我到底伤到哪里了 伤得重不重 也对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对父母 对这对夫妻来说 训斥独子诸葛无鹰 真的是太难了 心情好微妙 他们以为我真的是他们的儿子 对我很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告诉他们事情 他们也不会相信和接受 而且肯定会很痛苦 就这样作为他们的儿子活下去 不管是对他们 还是对我的未来 这都是罪优的选择 想把我猛然起身说道 父亲 母亲 我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诸葛穿愣了一下 怎么这么突然 难道脑子受了重伤吗 我挠挠头无奈道 我不是为了掩盖更大的错误 才说的这句话 我突然间醒悟了 我要挽回迄今为止 我所犯下的错 重新做人 不管是之前的诸葛无鹰 是怎么样的 只有改变才能活下去 这是给守在我身边的父母 以及我自己的一种决心 所以我明天要亲自去找白礼真 我自己犯下的过错 我要自己去赔偿 诸葛穿表示 什么赔偿父亲都会给 但他还是不太相信 我要去亲自了结 我对这个决定急于肯定 诸葛穿摸着下巴嘟囔道 明天的太阳 是要打西边出来了吗 很难想象 如此混蛋的诸葛无鹰 有一位非常正直人意的父亲 不过我全部知道的 在那微笑的背后 是一个勇武强大的真正的侠 跟没有什么戏份 只是一闪而过的诸葛无鹰不同 诸葛世家在小说的 前半部分比重是很大的 接着我跟父亲说 我想阅览天灵书库里的影中库 天灵书库是诸葛世家的 宝库里的其中之一 里面收藏着各种有关天体 地理 机缘的所在之地 父亲沉思了一会说道 我可以认为你是接受了 你逼之不及的家主失恋了吗 但我却说我并无此意 父亲文言表示 要是没有这种觉悟 他就不能让我出入 我回应道 我如今并不能给您明确的答案 我并没有轻视影中库 也没有认为他的分量很轻 我想要在其中感受一下家族的历史 也想看看自己是否有资格当家主 说完我咽了口唾沫 这是谎话 我能保全自己就谢天谢地了 如果是这样 即使你不到影中库也没什么不同 不一样 不到影中库是看不到先祖们留下的记录的 我想读那本记录 那记录里还有我的救命稻草 片刻后我离开了父亲的书房 一边感叹自己儿子的改变 一边也依然没有放下戒心 反正我已经先透露了我的想法 先等等看吧 片刻后我回到了房中 我回想着小说中的剧情 在十年后逃到寨外的血魔教的教徒们 联合了北海兵宫 普陀罗宫的叛徒 他们的目标是这片土地的核心 中原地区最终颠覆黄泉 他们中有一部分的势力已经抵达了东部 开始筹划阴谋 这就是颠覆中原计划的第一阶段 铲除某些享有盛名的门派或施加 那个目标中的一个地方便是此地诸葛施加 不过因为我的到来 剧本可能要改一改了 而英雄路这本小说中 有一个隐藏设定 那就是本然 可以派生出无数种武功 可以说是武功的梗 若是能感受到本然 那么便可快速地吸得所有门派的武功 但英雄路的主要设定 是每个门派的内功积累和使用方法 从根本上就截然不同 可血魔教的教主在正式登场进驻中原前 竟然就知道本然的存在 虽然小说里没有写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但是他肯定会成为一个 比书中现阶段描述的更危险的家伙 我也要快点吸得本然安身立命 而且实际上诸葛施加的点苍派心法 和现在已经消失的传说中的门派 全真派一个名叫魂天一地的心法 在本然上来看是根源相通的 为了找到魂天一地的线索 我一定要进入影中库 进入影中库以后一定要看那个 诸葛施加第二代家族诸葛林的回忆录 到了晚上 我来到了诸葛家附近的一个小教场 该有的设施也全都有 我拿起一把木剑 这东西有种熟悉的感觉 应该是诸葛无鹰用过的 我回想着脑海中的心法口诀 小时候从很多亲戚们那里学到的初级心法 三段心法和一些武功 我尝试着挥舞手中的木剑 三段的话差不多是终极 家主大概是六段的水平 不过这只是诸葛无鹰的记忆 我盘西坐地运转心法 虽然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内功在肚子的下方游走 但是如果没有亲身去感受的 就不能完全说这是我的东西 先来回忆一下初级心法 小天星星宫 先凝聚内力 慢慢感受到了小火苗 没多久我就感受到了气 这熟练的感觉 就好像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一样 接着再来试试二段和三段 下一刻 庞大的能量就冲天而起 我被吓了一跳 诸葛无鹰这小子的内功也太厉害了吧 小说里可没有写这个 再加上他还接受了十岁以前 才能将效果最大化的伐毛洗髓 难道说这就是天赋异离吗 竟然放着这个还未开采的金库般的身体 去胡作非为 就他这底子 说不定能成为英雄鹿世界里的顶级高手 我还真是无法理解 我和生性懒惰的诸葛无鹰不同 我可是在体制内苦熬了十年的卷王之王 活下来应该不成问题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好好磨练这个身体 摆脱龙套的宿命 是诸葛世家从来不修炼的顽固子弟 可他的内功却能比肩一流高手 这让穿越到他身上的我无比震惊 以这副身体的天赋 绝对能成为绝顶高手 从现在开始 我要磨练好这个身体摆脱龙套的宿命 在我修炼完功法之后 我就筋疲力尽地睡在了叫场中 直到日上山头 我才被一阵声音叫醒 不能睡在这里 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睡在这地方会得伤寒的 我有些不确定的问头 难道你是白儿 原来是诸葛无鹰的妹妹 诸葛无鹰不想让父母把艾芬给她 就一直把白儿当成透明人 就在此时白儿的管家 着急忙慌地找到了白儿 我上前问这是怎么回事 白儿为什么一大早就自己在这转悠 管家闻言一惊 随后对我连连鞠躬恐慌荡 公子都怪小人一时疏忽 在小人去火房的间隙小姐就不见了 请公子处决 我被他的反应搞懵 让我处决 这是什么反应 看来诸葛无鹰比小说里写得还人渣 我摸了摸白儿的头 嘱咐他下次不能再这么独自转悠 白儿撇撇嘴表示不要 我将白儿扛在肩膀上笑道 那这样吧 哥哥今天带你去集市 白儿想买的想吃的哥哥都给你买 不过你要好好听哥哥的话 我的这个反应让管家傻了眼 不会是要把小姐带出去卖了吧 片刻后我来到父亲面前 表示要带白儿去集市 因为要赔偿的事情 我要去找白少侠 正好带着他一起出去玩玩 虽然父亲也被我的举动震惊 但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父亲要我带上护卫 我表示无碍 我的护卫马上便会到了 片刻后我们三人就坐上了马车 没想到黄辅胜送他来的还挺快 也对 他肯定是想监视我 龙浩明 他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非常冷酷 不够无所谓 因为他强就够了 在小说中 龙浩明为白里真的品行所折服 在忏悔后结束了和黄辅胜的关系 之后他变得更强 守护在白里真的身旁 和他一起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我扔给了龙浩明一个袋子 里面是一些冷的时候 可以给孩童穿上的外衣 白尔专用的调羹这些东西 龙浩明不解的问这些东西为何给他 我唤笑道 你比我想象中还没眼力见 你今天要做的事不是护卫 而是当乳娘 片刻后我们来到了白云客栈 我对白尔表示自己要办点事情 让他先和叔叔玩一回 可当看到龙浩明犀利的眼神时 白尔被吓得躲到了我身后 我上前让龙浩明眼神稍微柔和点 他还是个孩子 说完我转头说道 白尔 这个叔叔说他想跟你好好相处 他还说会给你买你喜欢的糖果 你跟叔叔去玩一会吧 白尔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扔给龙浩明一袋钱 你用这个给他买糖果 带他去书库转一圈再回来 剩下的钱你拿着 就这样 我打发走了白尔俩人 接下来就是去找我们的主人公白里珍 他是贯穿英雄录全书的真正主角 是要阻止血魔教的中原守护者 而且在他的成长背景中 最重要的转机便是本人之一的 混天一气 我如果不是疯了 想要代替白里珍肩负一切的话 就不能只有我学会 也应该引导他学会混天一气 要按照小说的走向 只是稍微改变一下我的选择 所以我选择拉拢白里珍 我敲了敲房门 没多久白里珍就打开了门 白里珍对于我的出现有些惊讶 我干咳了一声说道 又见面了 白少侠 我有话要跟你说 可以先进去吗 看着屋里的摆放 还真跟小说里一样 自己在房间里看书 白里珍问我是如何知道他在这里 我表示这个圈子比想象中要小 随后从兜里掏出了一袋金币 我来找你是想要为上回的事情赔罪倒心 白里珍沉默了一回出声道 看来世间的传闻果真不可信 你竟然为了这个亲自找了过来 我心领了 这些钱你拿回去吧 而他的反应 我也早就猜到了 我也想到了应对之法 根据小说中的内容来看 我出声道 我听说你替我赔给被损坏的客栈 很大一笔银子 所以我也知道你手上没钱 你要是手头不宽裕的话 就去我家吧 既能省钱 又能把白里珍放在身边 珍是一箭双雕 但白里珍却表示 她不想给我添麻烦 我有些无奈 那就只能用最后的办法了 你要是珍这么觉得有负担的话 在你住的这段时间 有空就叫我妹妹识字 如何 她是个聪慧的孩子 要是能有个好老师的话 对白儿来说也是件好事 白里珍应该很想念 她在点仓和白儿同龄的师妹吧 要是能触动这份感情 一定能成功 看着犹豫的白里珍 我有些着急 我又没说要大家一起过日子 下一秒白里珍就问我给她几天假 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假期你想要多久都可以 多少让我能够还你一些人情 我想以初次见面那种崭新的心情和你结缘 就这样 我成功和主角白里珍结下了不解之缘 诸葛世家从来不修炼的丸裤子弟 他的内功却能比肩一流高手 这让穿越到他身上的我无比震惊 以这副身体的天赋 绝对能成为绝顶高手 从现在开始 我要磨练好这个身体摆脱龙套的宿命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让龙昊明陪我修炼剑法 虽然我的弱姬实力一直在挨打 但我并没有放弃 哪怕我被打的战都站不起来 我让龙昊明偏下手再狠一点 只有这样我才能受益匪浅 龙昊明问我为何突然努力修炼 明明之前我还和他的主人黄斧胜一起享受完了 我沉思了一会说道 我也很好奇 我为何会在这里这样 到了晚上 父亲找到了我 他听说了我这几日一直在情家修炼 他想知道我为何开始努力 我挠挠头表示并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理由 只是我很后悔 后悔我像落泼户一样虚度时光 虽然父亲会觉得有些突然 但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 就像化简成蝶一般 无数的苦恼 是时候得到答案了 我想要用一些更好的方法和选择去找到我要走的路 父亲文言回应道 虽然我很疼心理 但我曾经并没有想过要把家族最重要的遗产传给你 因为我在此期间相信你 给了你很多东西 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可是如今我改变主意了 我允许你进入影中库 我连忙兴奋地对父亲表示胆谢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我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能进去吧 第二天 我跟着一个壮汉前往影中库 那壮汉居然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也是 因为他侍奉的人是我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中 徐堂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并没有登场 因为他没有占很大的笔中 可是从后半部分 他作为父亲的行主 一直随行来看的话 他是行动队长 再加上他是守护影中库所在的天灵书库的通过堂堂主 这就意味着我此次出入影中库 也是得到了徐堂主的许可 他是稍微有些信任我了吗 徐堂主问我是不是只需要看前代家主大人的记录 我表示没错 接着徐堂主说道 出入影中库时 只能在通过堂的监视下逗留在指定的时事 自然也是不可以抄写的 这一句话打乱了我的计划 随后徐堂主给我介绍起来的天灵书库 天灵书库分为地下两层 地上两层 地下一层放的是家族里流传下来的兵器 第二层放的是所剩无几的贵重营养 地上一层是通过堂的居住 以及存放各种杂学的书库 最后 地上二层便是影中库 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影中库 我东张西望地问道 影中库的戒备比我想象中要松懈 我还以为会经过层层铁窗呢 徐堂主笑道怎会如此 接着他叫了一声语速 下一秒前方的大门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我被吓了一跳 人居然从门里出现了 徐堂主自信地表示 无论何时 只要他想 他都能将影中库变为天然要塞 说完便转身开启了大门 我这才明白了过来 别人不去白费镜的地方 全都是有原因的 走进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又一个史诗 刚刚在二楼的殿阁岭 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地方 不愧是名门世家 就算是家道中落 调出了本地三大家族之列 却仍被称为卧龙之家的原因 就是这个吧 我摸向其中一个石门 可宇肃突然出现 他告诉我禁止进入 请使用最里边的那间房 我被吓了一跳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我让他给我拿点充饥的东西过来 壁骨丹什么的 宇肃表示奉家主之令 已经在里面背下了壁骨丹 他说我会待很久 在道谢完后我向里面走去 我也不想久待 因为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第二代诸葛世家家主 诸葛林的回忆录 翻了一根书籍 我终于找到了回忆录 这里应该就是百里真摘抄以后看到的部分 从这边开始 后面的内容全部都要背下来 似乎也没有很多 可我转头一看 却发现地上还有一摞子 也对 小说里也不会详细地说背了多少卷多少账 小说里就只说了百里真到背如流 而且小说里也并没有提到 是全部看完以后 才会出现百里真经历过的效果 还是只要看一部分 就能出现那样的效果 归根结底 保险起见 我要把后面的内容全都给背下来 我回想起了语速的话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我给自己打气 不就是背点文言文吗 我可是有过十年考工经验的老摄处 几天后 感受着外面刺眼的阳光 就是从牢里出来的感觉吗 这一趟来的还是挺值的 现在每一个字都已经牢牢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虽然我大概知道诸葛无音很聪明 但如果是这种天赋的话 不就是天才吗 而且在把回忆录全部背下来的时候 我还得到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机缘 诸葛世家从不修炼的顽固子弟 而他的内功却能比肩一流高手 甚至还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这让穿越到他身上的我无比震惊 凭借过目不忘的能力 我成功地把诸葛家第二代家主的回忆录 一字不插地刻在了脑子 并且在我背下回忆录的时候 我还得到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机缘 一开始我还在担心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可是随着内功往一条新的道路上改变 我就练就了不知名的新心法 对于从来没有修炼过世家心法的百里珍来说 他会感觉到这个回忆录像是让他的杂念消失的咒语一般 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 诸葛世家的后裔若是能诚心诚意地研读回忆录的文字的话 必然会得到这种机缘 可是应该称这个全新的心法为什么呢 考虑到小说中并没有我这个角色 那么就叫龙炮迷录心法 刚一出来我就看到了正在等我的龙炮迷 龙炮迷告诉了我白里珍来了 他每天除了焦小姐十字的时间以外 就是住在教场里 我表示知道了 我要先去拜见父亲再去见他 我已经不用着急了 因为他已经进了我的圈套 我不仅得到了迷路心法 白里珍也自己找了过来 转大发了 想着我就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的教场内 白里珍正独自修炼剑法 这段时间他一直无法突破的剑法瓶颈 竟然在和诸葛家主论了几句剑以后 就一口气全都突破 比起因血魔教的侵略 而遗失了很多秘籍和高手的点仓派来说 名门世家更深不可测 无论如何他都要复兴门牌 第一步便是要复兴成为绝点而消失的那些武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必须找到大师兄此前一直调查的 师门遗产的线索 但他目前连新的线索都没有发现 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就算他花光银子成了叫花子 也不会放弃师门最后的希望 在他独自愁愁的时候 我笑嘻嘻地找到了他 白李珍表示好久不见 他听说我去闭关了 我回应道 我只不过就是去读读先祖们的文章 想想我该怎么活下去 真让人羡慕你们还留有 可以揣测先祖之意的书籍 看着忧郁的白李珍 这气氛有些不对劲啊 开心点啊 本少爷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 接着我上前搂着白李珍的脖子 邀请他跟我去喝一杯 但白李珍却拒绝道 谢谢你的提议 但是到了交班十字的时辰了 我表示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许可 他说我能跟武学渊源的点仓派门人交友 是我人生中莫大的福分 可白李珍却表示没有交友这种闲暇事件 我继续诱惑道 我想把我真实的先祖之言 跟你稍微透露一些 或许这能让白少侠醒悟些什么 白李珍这才勉强同意了下来 在小说里白李珍反正也是会来我们家族的 就算我早一些告诉他迷路心法 对内容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让龙浩明今天休息 不要轻举妄动 随后我就搂着白李珍去喝酒 眼看着我带着白李珍出去 他一定会立刻去向黄斐胜报信 快去吧 为了能让白李珍的剧情能够顺利推进 你一定要这么做 我早就知道了龙浩明跟在我身边的目的 那就是劝说我找白李珍报下跪之仇 龙浩明曾问黄斐胜为何非要对付白李珍 而黄斐胜的理由仅仅是初次见面时 他对白李珍的眼神很不满意 不管怎么说 他就是想要践踏白李珍 并且比起自己亲自动手 利用诸葛无鹰去做这件事更有趣 被约到武侠小说中的短命龙套 要想那天改命活下去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当然是抱紧主角大腿 那要怎么与主角增进感情呢 当然是喝酒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主角白李珍居然这么能喝 我本来打算跟他喝个一两杯 再聊聊回忆录的是 明明小说里写的他滴酒不沾 就在此时 白李珍问我为何要装作一个被世人辱骂的顽固少爷生活 我吐了口浊气说道 你是指无赖蠢货之类的称呼吗 我以前也不懂 可能这样算是一种逆反心理吧 我是诸葛家未来继承家族的希望 可是我知道 现实我根本做不到 就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正在寻找更好的办法 那么现在我可以借着酒精跟你说几句话吗 白兄 不要只看着前面 我看着白兄就像是在看着一个只专注于追逐目标的人 但请你偶尔也看看后面 看看旁边 看看事情的两面 人生并不只是前进 后退也是常理 往回走也是常理 甚至逆行也可能是常理的一部分 这几句话应该可以点破他的困惑 这是二代家族诸葛林留下的话 我接着说道 你知道当无赖活着有什么好处吗 我可以在既定的框架内自由自在 规矩 约束 善恶 公道 只有从这一切构成的框架找到何为自由 方才能知晓何为正义 说完我挠挠头不好意思道 如何 其实我这是借鉴了我读过的字句 白礼珍笑了一下 随后表示继续喝酒 接着白礼珍出声道 或许诸葛兄以后可以多找机会与我饮酒对谈 我有些兴奋 成功了 白礼珍开始被攻略了 我俩一直喝到深夜 我只觉得我连威都要吐出来了 接下来只要再把迷路心法完美的传授给白礼珍 他以后就能轻松的克服 为了得到魂冰一气而要经受的第一个试炼马 就好像是在玩白礼珍养成游戏 就在此时 龙浩明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他表示有话要跟我说 随后递给我一个小瓶子 龙浩明说这是皇甫公子给我呢 我愣了一下 这一看就是毒啊 龙浩明出声道 这是提取了好几种毒草制作而成 喝过一次 过一天之后便会出现红斑 然后失明 我心想小说里是黄浩胜给的 这里换成了龙浩明 没想到黄浩胜不是直接杀了他 而是让他失明 我问龙浩明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龙浩明苦涩道 公子不是要像让你受辱的白礼珍报仇吗 他虽然在笑 但是眼神却动摇了 因为这个是无可奈何要去做的事 所以他心里不舒服吧 我一把接过毒药拍了拍龙浩明的肩膀 你跟他说我会好好用的 对了 龙护卫 要是何时你在眼前看到了好机会 要像我一样果断的下决定 因为能够抓住机会的选择 全都取决于做出选择的你自己 龙浩明并没有听懂我这两句话 我瞥了他一眼 心想 你慢慢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按照小说的话 无鹰在试图对白礼珍下毒时被父亲发现了 可是由于无鹰对黄浩胜的恐惧 直到最后都没有供出他 但我直接把毒药拿到了父亲的面前 我表示这是黄浩胜给我的 父亲不解的问我 他不是你的知己吗 为何要给你毒药 我回应道 他让我毒杀点仓的弟子 你是指白礼珍 他为何要指使你做此事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和白公子之前曾经有过过节 父亲攥紧双全阴沉地让我放下走了 剩下的交给他来处理 但我却一口拒绝 我们之间的斗争 怎么能成为家族间的斗争 我有个好主意 是名门世家的公子哥 却每天不干正事一肚子坏水 他的心胸极其狭小 仅仅是因为与他对话之时眼神太过犀利 他居然就想毒瞎对方双眼 并且聪明的他从不自己动手 而是让自己的好兄弟诸葛无音去下毒 按照原本的剧情 诸葛无音在下毒之时被父亲发现 可是由于无音对皇甫生的恐惧 直到最后都没有供出他 最终无音被家族戒律进行了惩治 如今我穿越到了诸葛无音的身上 对于熟读小说的我知道接下来的所有剧情 在拿到毒药后 我第一时间就告知了父亲 父亲在得知缘由后让我把事情交给他处理 但我却表示我有更好的计划 在小说中 无音被家族惩治了之后 父亲调查出了毒的来路 他来自一个名叫黑蝉的组织 这个组织十分恶心 从前是暗中受雇佣杀人的帮派 现在是只要给钱什么都做 虽然这个帮派以后会成为血魔教桥头堡之一 但是现在不管再怎么敲打 也敲不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黑蝉的黑伤售卖物品的账簿上 有皇甫圣和一些世家子弟的名字 因为这个名单 皇甫圣在皇甫世家里四面楚歌 诸葛世家从皇甫世家那里得到了补偿 还有在补偿里有双剑 反正这都是以后要关心的事 现在我就大致地给父亲一些提示 那么父亲就会如小说里那样 找到和此事相关的黑蝉的大本营 第二天 我一出门就碰到了龙浩明 我问他大早上去哪里 龙浩明表示自己去教场 我闻言说那咱们就一起去 可龙浩明却飞速转身说突然有点事要办 让我自己先去 我有些无语 他这是不愿意和我来往了吗 毒可是你自己拿给我的 这比是我的样子也太狗了吧 但现在还是让他走会更好 也因为我不让他走 平白无故被他打一顿 片刻后 我独自在教场中练剑 没多久百里真就找到了我 百里真笑着道 看来你近来对修炼很感兴趣啊 你喝了那么多酒 还能这么一大早就过来 我尴尬地挠挠头道 我也不是真的感兴趣 我只是想要学一点防身术 那么你要和我过招吗 我有些意外 他说要和正在成长中的我过招 看我愣神百里真还以为我不愿意 我连忙回过神来 随后举起木剑说道 没什么 你吧 未来的英雄说要教我一招 我没有理由拒绝 可百里真却说不要用那个 用真剑比 但是我们彼此都只能用一成的功力 我有些哆嗦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真剑 百里真一个剑步向我冲来 随后密密麻麻的攻击就向我包围 却速度太快了 我要先跟他拉开距离 可我刚后退一步 百里真的剑尖就抵在了我的眼前 随后我就被百里真一剑拍飞 我勉强站稳身形 我往后退拉开了距离 他的剑却变得更快了 那么我就拉近距离 我运气迷路心法 下一秒我们二人就对拼在了一起 这次我成功地挡下了百里真的攻击 我刚有些庆幸 下一秒我就被反弹力弹飞 我刚想接着挥剑 我的双膝却突然一软 接着我就摔倒在地 百里真问我不要紧吧 我表示你看我像是不要紧的样子吗 而我不知道的是 我的行为已经让百里真震惊不已 在刚开始比武的时候 我的动作很僵硬 气息也跟不上 他还以为我是个新手 可我却能在和他对练中积累经验 开始活学活用 创造属于自己的招式 特别是最后一击 如果我之前每天好好修炼阉魔 再注入所有内功的话 他还能避开最后一击吗 我抬头看向愣神的百里真说道 虽然我也知道这很丢人 但是你能扶我一下吗 百里真这才回过神来将我扶起 随后百里真就背上我去休息 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龙浩鸣尽收眼底 穿越到了武侠小说中 只活了两集的短命龙套身上 为了改变自己必死的结局 我运转起了我聪明的脑袋挂 在原著中 我穿越的这个角色诸葛无鹰 听从自己的好兄弟的命令给主角下毒 但笨手笨脚的诸葛无鹰还没下毒 就被家主发现 最终被家伐处置 不过既然我来了 我必须要改变这个结局 在拿到皇甫圣给的毒药后 我第一时间就交给了父亲 由于熟读小说的我知道后续剧情 所以我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在之后的几天里 我都在与百里真对练 我渐渐的熟悉了以迷路心法为基础的 大天新剑法和迷离续通部 我从这里面得到那些的醒悟 也开始影响到了 我相对缺乏训练的卧龙仙凤脚 每天都有很显著的变化 让我很开心 当然和我不同的是 这家伙该心急如粉了 我淡定地问龙浩明这是干什么 因为我最近顾不上你生气了吗 如此就要杀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龙浩明表示他跟我并无个人恩怨 我回应到若是没有个人恩怨的话 就是有人指示你的意思 我不用想都知道 应该是你的前主人黄斧圣 龙浩明冷声道 他不是我的主人 我从来都没有侍奉过任何人 我不屑道 真是胡说八道 龙浩明被我的话激怒 我被吓了一条 这强烈的杀气 但是我要保持清醒 因为这个还不错的家伙 能否被救赎全都取决于我 我咽了口托墨出声道 从你把读给我的那事开始 你就等于是在把黄斧圣 当作主人再侍奉了 就像狗一样 龙浩明有些哆嗦回应道 也许是吧 我已经走得太远了 你不要折磨自己 因为选择是随时都可以改变的 不 我已经迟了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公子 我是徐堂主 龙浩明见状不再犹豫 挥刀便朝我砍来 这小子是想杀了我再跑吗 我连忙一个下蹲躲开这道攻击 随后就是一个左正灯将龙浩明踢飞 这一脚直接将龙浩明掀翻 龙浩明被我的身手所震惊 下一秒大门就被打开 徐堂主走了进来 在看到地下的武器之后 徐堂主直接把剑对准了龙浩明 这可大事不妙 现在龙浩明连徐堂主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 照这么下去他就危险了 我连忙上前表示这都是误会 徐堂主冷声道 怎么可能是误会 我都看到了这个人的眼神和剑离满是杀意 请您后退 我连忙解释道 他只不过是在和我对练 我觉得要想在武林立足 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修炼 徐堂主疑惑地问道 您说要在武林立足 是的 我不久后便会告知于父亲 这下完蛋了 我这一心急放了大话 在武林立足又是什么话 徐堂主不放心地对我说道 但是看这个人的杀气 他有可能是在伪装成修炼 实则想要取公子的性命 我坚定道 龙浩明是我忠实的护卫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请相信我 龙浩明也被我的话搞懵 徐堂主这才收起了剑出声道 那就这么办吧 若此人真的对公子忠诚的话 就让他去当此次暗刑的先锋大将 我有些兴奋道 暗刑的话 看来父亲是找出来了 他比我想象中要早些将黑蝉给找了出来 再加上龙浩明也一起的话 我可以趁此机会把这家伙的事也给一起了结了 接着我问龙浩明的答案是什么 龙浩明表示同意这个决定 徐堂主转身嘱咐道 家主大人让公子也一起去 那么明日早晨在后山见 龙浩明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说完徐堂主便转身离去 龙浩明不解地问我为何帮他 在小说中 龙浩明为了给他重病的妹妹买了尿 欠了黄辅胜很多钱 还用他一直照顾着孤儿院的孩子们相威胁 虽然至今为止他都已帮黄辅胜做事来还债 但是和小说不同的是因为我并没有用 所以黄辅胜肯定加大了给他的压力 所以他才会做出如此心急的举动 对于龙浩明问我为何帮他 我表示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黄辅胜摆 就如你刚刚所说 你明天去打头阵 那样的话 你欠黄辅胜钱的问题我来给你处理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我摇摇头否认的 这都是我猜的 既不是个人恩怨 你也没有把黄辅胜当主人 却做了这种事的话 除了债还能有什么 那笔钱不是你能承担的其他 小子 我知道灵药这种东西 就算是最劣等的都要三十两银子 考虑到重庄稼一年的收成 也就只有十两银子 确实是很大一笔钱 总之 是否选择从黄辅胜那里得到自由 是你的事 片刻后 龙浩明离开了房间 白李珍就在外面等他 若是诸葛少侠没有原谅你的话 你就死在我的手上了 他对你很宽容 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 龙浩明并没有做出回应 继续向远处走去 只名门正派的世家子弟 可他却暗中给血魔教当走狗 他的心胸极其狭窄 仅仅是因为与他对话之时 眼神太过犀利 他就想读瞎对方双眼 并且聪明的他从不自己动手 而是让自己的好兄弟诸葛无鹰下手 按照原本的剧情 诸葛无鹰在下毒之时被家主发现 最终被家伐处置 但如今我穿越到了诸葛无鹰身上 熟读小说的我知道后续所有剧情 在皇府圣将毒药给我后 我直接就告知了父亲 并且提点了父亲几句 让父亲调查出了毒药背后的来源 那是一个名为黑蝉的邪恶组织 第二天便由徐唐主带队去清扫这个组织 地点为千福山东边山峰的绝壁 那里乍一看像是个无法攀登的峭壁 其实是因为那里的暗眼幻影绝阵 巧妙地将下去的阶梯给遮挡住了 我们的目标是等到太阳落山式破解绝阵 并一举歼灭洞穴内的黑蝉 谁愿意打头阵 我来打头阵 是龙浩鸣 这小子终于来了 刚才半天不见他 我还以为他跑路了 徐唐主接着问还有吗 白礼珍接下面照傲娇道 点仓的弟子也会与你们同行 多多关照 诸葛少侠 我有些感动 他真是太靠谱了 但下一秒我就想到了小说内容 白礼珍也参加的话 就是按照小说的内容在发展 根据我的记忆 这次作战明明 但我还没来得及多想 徐唐主就大喝一声出发 瞬间众人便全部向山峰冲去 只留下愣在原地的我 这下干大了 我又不会轻功 早知道叫白礼珍背我了 想把我连忙边跑边喊 等一等 我的坐骑 片刻后 徐唐主等人就到达了山峰上 此刻他们才发现我没有追上来 有人表示他似乎不会轻功 被甩在后面了 但龙浩鸣并不相信 他那个时候的动作 可不仅仅只是敏捷 那股冲击强劲到一瞬间 便可将我的内脏给振攀 他要是用尽全力的话 想必一定会更凶狠强力的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会轻功 白礼珍来到龙浩鸣身后出声道 在我眼中 他是一个打破常理的男子 他有很多部分按常理是很难理解的 他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神秘感 你应该也稍微感觉到了一点 但龙浩鸣完全听不懂白礼珍在说什么 他们又在山峰中等了一回 但我还是没有出现 徐唐主便直接下令开始行动 而另一边的我正在匆匆赶路 按照小说内容的话 虽然白礼珍在此次作战中端了黑蝉的大本营 但是却让黑蝉真正的主人给溜了 因为这个天然形成的麋鹿般的洞穴 但是我和白礼珍不同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会从哪里逃跑 我要去断了他的后路 让他被抓住 片刻后我来到了一条小溪旁 小溪中有一条木船 黑蝉的头头从洞穴里逃出来以后 就是坐这条船逃走的 我只要把这个给弄没 随后我一见将拴着船的木棍挑飞 它现在就是瓮中之鳖了 我现在要找的是连接到这里的洞穴入口 应该不会很难找 小说里写着 穿过这个遍布野坟的山坡以后 再往前走一点 就可以看到入口了 果然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一个洞穴 虽然我已经断了他的退路 却还是非要来此的原因是 这里有我一定要拿走的东西 诸葛世家从不修炼的丸裤子弟 可他的内功却能比肩一流高手 这让穿越到他身上的我无比震惊 而我穿越的角色是小说英雄录的短命萌套 但由于熟读小说的我知道后续所有剧情 所以我要让自己从配角变为主角 我先是通过读诸葛世家二代家主留下的笔记 获得了迷路心法 接着我又和小说中本来的主角百里真对练 仅仅练了几天我的实力就突飞猛进 我的实力也得到了家主的认可 从而让我去执行围剿黑蝉的任务 黑蝉是一个极其恶心的组织 只要给钱啥都干 第二天便由父亲的心腹徐堂主带队钱去执行任务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不会轻功 所以我被他们甩在身后 不过这也正合我意 因为在原著中 徐堂主他们虽然灭掉了黑蝉的大部分人 但黑蝉的头头却逃之夭夭 我来到了一处小河边 看到了河里的木船 黑蝉的头头就是坐这条船逃走的 我一把将拴着船的船毛踢飞 这下就能断了黑蝉的后路 接下来我要去找一个特殊的东西 片刻后我找到了小说中写的洞口 在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宝箱 但里面并没有我要的东西 只有成堆的银子 我要的不是这些 虽然这是后来黄埔世家调查此地是发现的 但是为了掩盖此事 黄埔世家把两把古剑 作为补偿送给了诸葛世家 不过那并不是简单的古剑 那是我需要尽早拿到手里的东西 小说里明明写的是 在洞穴里的狐狸洞发现的 难道内容发生了改变吗 就在此时 我的后背一凉 紧接着一道声音传来 你是何人 我回头瞥了一眼 看来那家伙就是黑蝉的老大王中 小说里并没有提到王中的实力如何 因为他在坐船逃走以后 就没有再次出现了 可是他看上去很强的样子 既然他在这里 就说明讨伐队已经进来了 无论如何我都要拖延时间 等到徐堂主来 来不及多想 对方就对我发起了攻击 我一个闪身躲过之后大喊等等 我是诸葛世家的诸葛无鹰 你们的退路已经被切断了 王中回头问道 诸葛世家有这个人吗 对方表示他也不是很清楚 我底气不足道 总之讨伐队已经在这后面不好的阵 你们最好现在就投降 王中冷声道 为何要投降 委托人提给我们的宝物 全都被我们劫走了 反正也都是要死的 死在这里还是死在他们手里 不都是一个样 而且这还有一个笨蛋 一个人跑来这里对付我们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正好我要把你的性命拿来一用 看看你在诸葛世家眼里值多少钱 我顿时有些慌了 等等 我不是说了后面不好阵了 谁说我是一个人来的 但王中直接轮着长枪就朝我攻来 我连忙快速躲避 看来这段时间的修炼还是有些成效的 避开并不难 可这是实战 再加上我们有武器 一不小心我就会死在这里 王中宁笑着对我说道 小毛孩 虽然你的动作还挺厉害 但是为何不反击 是因为没有武器 还是在等待援军 真该死 当然是两个都是啊 徐堂主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 在小说里不是说他瞬间就突破了吗 下一辆我的腹部就被王中击中 这一下差点让我昨天的隔夜饭都吐出来 王中出声道 我改变主意了 我本来打算抓你当人质 用来逃命 但是他们现在都没能打开机关 我想我也应该不需要人质了 要不这样诸葛家的小子 我就这么过去了 当作没看见你 我问对方当真吗 王中冷笑道 是啊 对你小子也没有损失 反正你等的那些人也没法现在就赶到 我启动的机关不仅难以破除 而且在一般的剑气面前也都能屹立不到 原来徐堂主持来是另有原因的 这是小说里没有写到的部分 我回应道 好吧 我不再阻挠你们了 我得先争取时间 王中突然大笑起来 我还以为名门世家的废柴们 都是骄纵跋扈说不通话的伪君子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实实物 说完便招呼他的手下向外走去 小孩儿我们马上就会再见的 船已经被我放跑了 你们无路可走 我还是赶紧找我要的东西 找了半天我终于找到了两把剑 小说里可没说过洞穴里边有好几个狐狸洞 看来小说和实际的东西还是差别很大 有可能他们在成为黑蝉的大本营之前就被埋在这里 已经很多年头了 按照小说内容的描述 这把是要给百里真的北朝 这把是日后会传给诸葛世家下任家主的破手 因为离决定下任家主还很遥远 所以这把破手我可以先用着 正好我也没有武器 虽然再不了解这把剑的人眼里 他只是一个没有认得奇怪的废铁棍 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棍子 如果是这么稍微注入点内功的话 他就会像猛兽在猎物面前露出爪子一般 在剑刃的附近细微地张开他的嘴露出牙齿 是一把神奇的铭剑 我很满意 但是这把剑没有剑翘吗 是因为平时没有开刃 所以没有关系吗 不在此时王中的怒吼从远处传来 臭小子 出来受死吧 感受着这股强烈的杀气 他是认真的 只能打了 一把剑尼如铁的神剑 虽然表面上破就不堪 连剑刃都没有 但只要注入些许内功 剑刃就会张开他的嘴露出锋利的牙齿 而我刚刚得到这把剑两分半 就用他完成了我这辈子的手杀 就在刚刚 离开的王中在发现他逃跑的船被我放走了之后 就气急败坏地回到山洞让我出来受死 这一战我必无可避 愤怒的王中很快就找到了我 他怒喝道 看看是你先死 还是诸葛世家的人先到 收完便一枪朝我刺来 王中甩起长枪细血道 我看你能挡到什么时候 我灵活地躲避他强横的攻击 但还是被他抓到了破绽 我匆忙刺出的一剑也被王中轻松躲开 王中嘲讽道 名门世家也不过如此吗 说完一击飞踢将我踢飞 这一下的冲击力极强 要不是我屁股夹得紧 我估计巴巴都得飞出来 接下来就到了反派装13的环节 王中来到我面前让我起来 真该死 他很强 光是抵挡就让人觉得很吃力了 比起百里真 他的速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因为枪的长度 我很难接近他 这下我该怎么办 要不跪下给他磕两个 突然一声爆炸声传来 整个山洞都因此开始震动 王中也收起了玩味的笑容 你在等着的人好像把机关破了 我心中一阵狂喜 而王中握起长枪 向后退了一步出声道 没功夫再瞎胡闹了 受死吧 他的这个动作也让我看出了他的破绽 他的枪很长 所以为了把力量注入 必须要有往后退这个动作 因为枪本身就不容易产生距离 再加上往后退的动作 所以就很难接近 如果我能盯住这家伙后退的空挡 没准就能撑到徐堂主到这里了 我运起迷路心法打算听死一搏 但我并不打算攻击 而是上蹿下跳专心躲避 王中越来越急 终于他开始向后退打算放技能 此刻就是我的机会 我没想到这居然是王中故意漏的破绽 这往无前的长枪直奔我的心脏而来 这一击我必无可避 那么我就挡下他 瞬间我就被冲击力击退 但就在我顶住反弹力的时候 却突然出现了一股爆发性的力量 与反弹力的振动相互连接的内功迅速凝聚 一瞬间便从腰油走到了胳膊 沿着缠绕全身的迷离心法抵达了剑剑 出现了爆发性的力量 我的剑直奔王中的脖子而去 瞬间就砍掉了他的头颅 我跪在地上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亲手杀了人 真该死 原来砍人并没有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简单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 我都快受不了了 而在我要生活下去的世界里 这种事情将会一再发生 我要想活下去 就一定要试验 但目前我好像活不到那时候了 剩余的黑蝉成员 见我杀死了王中后一开始都很慌乱 但很快就被一个人滚住了军心 他大喝闭嘴 你们忘记了店长的话吗 就算不死在这 我们也会死在雇主手中 事已至此只能活出去了 我们一定要杀了那小的 当场便有几十把刀向我砍来 可在我杀死王中后用光了所有力气 现在连站起来都做不到 难不成我就要死在这些龙套手中了吗 一把削尼如铁的神剑 虽然看上去铁锈斑斑连剑刃都没有 但只要向剑中注入些许内力 它锋利的牙齿便会瞬间张开 而我刚刚得到这把剑两分半 就用这把剑完成了我的手杀 在我杀死王中后 我强忍着想吐的感觉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 原来凯人并不像武侠想说中描写的那么简单 但这种事情在我所在的世界随处可见 我要是想活下去就一定要试验 但或许我现在就要死了 王中的那些手下全都向我杀来 而我在杀死王中后用光了所有力气 真没想到我会死在一群龙套手上 我闭上眼睛等死 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 围着我的龙套们被人击腿 我内心一阵狂喜 是白礼珍他们 白礼珍在路过我之时对我说道 无音公子 你一人受苦了 说完便冲向人群 我将百朝剑扔向白礼珍让他用这个 白礼珍拔出剑桥 随后舞动出无数剑花攻向那群龙套 紧一个照面就干掉了一群龙套 看着这血腥的场面 他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不管怎样我是活下来了 但我却没注意到我的身前不知何时摸来的一人 幸好一到身影就吓了我 是龙浩鸣 他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又不能打 下一秒徐堂主带着大部队紧随而至 白礼珍扶起我出声道 我们要是再晚一些就差点出大事了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一人在这呢 此刻我紧绷的神经才完全松开 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在我昏迷的期间 我梦到了王忠的鬼魂让我尝命 眼看着王忠就要一枪扎死我 强烈的恐惧将我吓醒 我此刻是在自己的家中 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必须要拿到他们的交易账簿才行了 幸好有剑 但白礼珍并未拿走北朝 不过这个早晚会成为白礼珍的独门兵器 我拧开剑柄 瞬间就从里面蹦出了一卷纸条 在这里面 记录着北朝的原主人白门真人留下的武功和遗言 我将剑送到了白礼珍面前 剑柄里的纸条写着 我是点仓的白门真人 我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我们的根 可是我没能找到门 即便我看见了刀 也走不过去 后人啊 你一定要得到我没能找到的明镜之水 后人啊 若是我们的用意能触及上天完成这个课业的话 那你便要立刻站在河南省的中天望向广方 谁神里会出现魂天 白礼珍看完震惊故意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的仙祖遗产 为何会在那种地方 再加上这个遗言 仙祖也没能领悟出的明镜之水到底是什么 我出生到 还记得上次喝酒时 我给你迎送的字句吗 其实我在看写着那些字句的仙祖回忆录时 偶然间得到了机缘 每当我反复念叨那些时 脑海里就变得清澈了 而且这并不是心法 而是能让精神变得清爽的特殊力量 世家的长辈们也完全不知道 这是被遗忘的 这在小说里统称为超锐 超锐是指仅限于特别创造出的记忆本 可以说是一种被发现的超人化的武功 因为内容比较多 我没法完全写下来 只能尽量写下一部分 百少侠也会需要的 百里真有些不敢相信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居然就这么轻易地给他了 我继续说道 我也是通过祖先留下的字句 看到了隐藏在谁省深处有关魂天的事情 那句话是 面向世家根基的魂天的钥匙 就在我的怀里 百里真文言激动地起身问道 难道那个要是世 我点点头道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可能性很高 但我可以确定 百门真人寻找的明镜之水的解答 就在我们世家里 百里真不解道 我们点仓的根基 怎么会也是诸葛世家的根基 我们完全就是不同迈的门牌和世家 我表示我也很好奇 还有魂天的秘密是什么 给我个机会让我和你一起探明 你去寻找点苍根基的时候 我也想与你同行 经历过王中的事 我现在也没有余力 非要绕着圈子说了 我要将能够抵达明镜之水 境界的迷路心法传给百里真 引导着他去得到魂天遗迹 一起得到那个力量 这是我现在能活下去的路 百里真的事情结束了 我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去做 那就是我要利用黑蝉的交易账簿 亲自和皇甫世家谈判 与诸葛世家从不修炼的丸裤子弟 和他的内功却能抵戒一流高手 这让穿越到他身上的我无比震惊 以这具身体的天赋 绝对能成为这个世界的顶级高手 而我穿越的这个人 是小说英雄录的短命龙套诸葛无音 但既然我来了 那我就必须改变自己命运 熟读小说的我知道后续所有剧情 在原著中 诸葛无音受皇甫世家的皇甫胜 指使去给主角百里真下毒 但还没开始就被身为诸葛家主的父亲发现 最终被加法处置 当然知道剧情的我不可能按照剧本走 在皇甫胜将毒药给我后 我直接就交给了父亲 而这颗毒药的来源也并不简单 它是来自一个叫黑蝉的组织 这个组织无恶不作 在父亲调查出毒药的来源后 第一时间就派出了一支队伍去捣毁黑蝉 我也跟随大部队一同前往 在捣毁黑蝉后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账簿 而那个账簿上就有皇甫胜的名字 第二天我便带着账簿亲自去和皇甫世家谈判 幸好父亲同意我来了 与我谈判的人是皇甫世家的大公子皇甫林 皇甫林喝了一口酒对我说道 我已经通过令父正式接到你们的意思了 你们的提议是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回应道 您还真是如传闻般爽快呢 皇甫林不耐烦道 没什么用的赞美之言就此打住 我不想把我宝贵的时间用在谈论这种事情上 我掏出账簿地给他 这是账簿 您查看一下皇甫胜的名字 皇甫林接过帐簿冷声道 你真是愚笨 只要我烧了他 一切不就都结束了 反正此事并未公开 你也还没说你想要什么 你竟然就浪费了手上的牌 我表示我认为您并不会那么做 皇甫胜和大公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也不是对家族名声没有任何益处的人 此事便是一个好名分 大公子可以用来将他捆在你想的地方 大公子非常不喜欢皇甫胜 他认为皇甫胜跟自负清刀的皇甫世家很不相称 皇甫林一把将帐簿扔在地上 随后愤怒道 他也是皇甫世家的人 你这是在蔑视皇甫世家吗 感受着这股杀气 我此刻都不能呼吸了 但我并没服软 我张嘴怒斥道 我因为皇甫胜的奸计险些连累到世家 他想要离间我和点仓的后人 教唆我毒杀他 你可别忘了 被蔑视的可是我们世家 这不是我头脑一热说出的话 这家伙是杀不了我 尽管诸葛世家的势力已大不如前 但名声还是很高的 再加上这场非正式的交易是父亲促成的 我是少家主 他作为世家大公子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皇甫胜轻烈一笑说道 真有意思 所以你要跟我们宗家开战 我回应道 我相信大皇甫世家的信义 而且我认为崇尚信义的大公子会接受我的提议 让我没想到的是皇甫灵居然直接就让我说说我的提议 这么简单 他可真是爽快啊 想把我出声道 首先你们要给我们适当的送典礼 不管是什么都行 但是我想带走一个人 一个叫龙浩明的护卫 他为了给妹妹买灵要欠了皇甫胜很多钱 请将他的债一笔勾销 皇甫灵文言回应道 你要用债还债来救人 很好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说着将酒瓶递到我面前 喝吧 你只要把这个全部喝了 我就接受你的请求 我底气不足道 您难道是让我一次全都喝完 皇甫灵表示是的 我有些五欲 他在说什么屁话呢 我连一杯烧酒都喝不了 在喝完酒后 我吐到浑身无力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 而另一边的皇甫胜此刻极其不安 他的毒药已经给我好几天了 但却迟迟没有消息 就在此时我打开大门 走到了皇甫胜面前 好久不见了 兄长 皇甫胜有些意外地回道 这不是我独一无二的 治有诸葛贤弟吗 这段时日是怎么回事 我让龙浩明在外面等着 随后掏出账本说道 这是黑蝉的交易账簿 这是我跟着父亲 追缴黑伤的时候得手的 百里真是点仓的后人 要是被人知道 你想要毒杀他的事 皇甫世家会颜面尽尸吧 皇甫胜恼羞成怒道 你小子尽敢耍我 我淡定道 我怎么敢耍兄长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一些事情才找了过来 你要是能给我解答 我就把账簿撑上 在小说里 此次黑蝉事件 并没有牵扯到血魔教 但是我很好奇介绍 黑蝉给皇甫胜的家伙 跟血魔教是否有关联 皇甫胜回应道 柳贤世家 在山东岳家的 有人举办的宴席上 柳贤世家的西教徒 带来了一名黑伤 我就这么认识了 柳贤世家是山东三派之一 那么他们和血魔教 看上去没什么联系 我接着问道 那么这个黑伤 是戴着眼罩吗 皇甫胜表示 一定会是这种衣着相貌 我有些无奈 果然从这家伙 嘴里问不出东西 我转身表示 自己先走了 皇甫胜急忙道 你话还没说完 这是要去哪 账簿给我再走 我回头冷声道 我可没说过 要把账簿给你 皇甫胜当场傻眼 但还不等皇甫胜发走 外面就走进来了一个老头 他是皇甫林的副官吴独锡 我将账簿递给吴独锡 皇甫胜见状 顿时怒吼我在做什么 接着就要冲上来打我 但被吴独戏拦下 我的好兄弟走好吧 我向皇甫林 拜托的最后一件事 是让我跟皇甫胜独处一回 我对龙浩鸣说道 我已经遵守了约定 所有事都处理好了 孤儿院的事 我也已经跟父亲说了 他会好好照看的 所以你自由了 也不用再当我的护卫了 说完我便有些后悔 我干嘛要说最后那句话 我应该说 我还是很需要你的 第二天我来到父亲的房间 父亲对我说道 你要在武林立足是吗 虽然我已经从徐堂主那里 大致听说了 我不过我真的为你一天天 都在改变的样子感到自豪 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我有些难为情地表示谢谢 父亲接着说道 正好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在之前的黑蝉洞穴里面 从你砍的那个敌人怀里 掉出来的一个东西 你应该听说过 叫空青石乳的灵药 我有些震惊 空青石乳是只需要 摄取十滴内功也会暴增 可以一口气让身体脱胎换母 是阳明天下的二百灵宝中 可争夺第一的惊奇物件 虽然我不知道如此珍贵之物 为何会在那种地方 但它是属于你的 你拿去吧 虽然我想告知 父亲黑蝉的背后有血膜脚 但是还没到时候 不管怎样 空青石乳真是出乎意料的机缘了 但这东西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因为我这副身体到处都浸透着 诸葛世家给我喂养的各种灵药 再加上反正我只是个配具 就算我吃了 也无法确定能变得多强 那么倒不如 想到我问道 父亲 这个珍贵的灵药真的属于我的话 那么我可以让给别人 或者想怎样就怎样吧 父亲不解道 如此珍贵的东西 你不打算自己用 我表示是的 我要把这个让给百少侠 把它给主角百分百会更好啊 这种贵重的东西 比起用在我的身上 还是给前途光明的五人用会更好 父亲欣慰道 为父还以为你会自己服用 你比为父看得更长远啊 我谦虚道 不是这样 只是因为他为了努力复兴门派背景立乡 我感到惋惜才会如此 父亲夸赞道 我亲耳听到并感受到你的心意和报复之后 我觉得如今无论给你什么都不会可惜了 你跟我来 我怕你再次仿黄而锁起来的东西 是时候该解开了 依旧能让人脱胎换骨的灵药 我却毫不在意地将它送人 只因我只是小说中的配角 想要活下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报警主角大腿 所以我打算将这瓶灵药送给主角百里真 在父亲将灵药给我之时 我一副舍己为人的样子豪爽道 这种贵重的东西比起用在我的身上 还是给前途光明的五人用更好 而父亲见我的格局如此之大 便欣慰地对我说道 在我亲耳听到并感受到你的心意和报复之后 我觉得如今无论给你什么都不会可惜了 你跟我来 我怕你再次仿黄而锁起来的东西是时候该解开了 父亲的眼里充满活力 我有一种很好的预感 我跟随父亲来到了一处地下室 这里我居然是第一次来 父亲表示这里是闭关修炼室 我有些不解 我还以为这次除了回忆录能看到其他的武功书籍呢 父亲打开大门对我说道 看来你很诧异我为何要带你来此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为父一直在关注着你 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要不要来准备一下 一直以来被推迟的少家主职位之事 我菊花一锦 为何突然要说少家主 我可不愿意为了家族牺牲自己包揽下一切 我守护我自己都很困难了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但父亲接下来的话让我放下心来 可是如今好像还为时过早 更重要的是 家族的亲戚们还没有亲眼看到你改变以后所带来的结果 我尴尬地出声道 确实如此 幸好父亲还没有把一切压在我身上 父亲接着说道 因此我希望那你能通过少家主竞选成为少家主 然而在此之前 你要积累其与之相应的名声 而来这里的原因是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这不是家族的东西 是为父在武林立足时所得到的个人财产 是一颗毒丹 我有些不确定的问 确定不是灵药而是毒丹 父亲点头表示没错 但那不是一般的毒丹 他长久以来都在等待他的主人 岁月的流逝也增加了他的效果 是上乘之物 他也属于二百灵宝 这便是七要蛇的内丹 是一种皮里混着七种颜色的蛇 你只要好好吞下它 便能抵抗七十多种毒 如果我能对毒产生抗体的话 会占有很大的优势 他肯定认为对于没有武林经验的 我如果遭遇了毒洗就是最糟的情况 父亲嘱咐道 但你也不能忘记 即使得到了七要蛇的毒丹 也不代表一切就都完成 接着我按照父亲的指示进入了时事 按照父亲所说 红色木匣子里的是毒丹 黑色木匣子的是好情丹 若是没有任何防备便吞下的话 以我现在的内功是不可能抵抗住毒丹的 好情丹可以延缓毒素蔓延 还有减少痛苦的效果 所以我要趁着这个时候 用内功慢慢地压制住他 失败的话就会走火入魔 但为了在武林立足 这是为了长期投资伴随而来的痛苦 有原因的痛苦我会甘愿忍受 不过还是有点恐怖 我不会死吧 而此时的外面 徐堂主问父亲是否在担忧 父亲表示虽然自己觉得他会没事 但他真进去了就又不那么觉得了 徐堂主回应道 不会有事的 父亲拿出空清食乳说道 你还懂得安慰人 你去把这个交给点仓的弟子 无鹰说要让给他 徐堂主有些意外 随后对父亲说道 公子好像各方面都在有所改变 父亲笑道 我可以认为你的意思是 如今可以对那小子有所期待了吗 是不是还为时过早 徐堂主把空清食乳送到了百里真面前 无鹰公子砍死的那个黑蚕主人的身上 带着这个东西 无鹰公子和家主大人单独见过 他说要把这个让给你 百里真有些震惊地出声道 他要把这么珍贵的空清食乳让给我 世上怎么会有人什么都不求 便能拿出这种东西 虽然我知道这对我是莫大的恩惠 但我还是要谢绝 这好像并不是我能接受的东西 我已经欠他很多了 徐堂主回应道 我虽然并不知道有什么隐情 但你还是拿着吧 这也是家主大人允诺过的事情 跟我并无关系 而且你不知道 他为何要把空清食乳让给你吗 无鹰公子一定是比起空清食乳 更想要投资在你身上 我再问你 你是一个价值比不上空清食乳的男人吗 说完徐堂主便转身离开 白礼真有些犹豫 投资吗 说实话说 我不垂涎这个事在说谎 即便我能深刻领悟心法武功 但是因为我的内功不够 没有机会好好施展 白礼真回想起了徐堂主的话 你是一个价值比不上空清食乳的男人吗 并不是的 如徐堂主所说 诸葛少侠真的是相信我的将来 想要来帮助我的话 诸葛少侠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你并没有选错 要独翻远古蒙马相的独单 我却选择吃下 只因这是七要蛇的内单 只要将其炼化 便可抵御七十多种毒 但如果失败 那就会当场去世 不过为了在武林立足 这个风险必须得冒 我在密室全力吸收毒单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迷路心法的玄妙之力 和好情丹的奇妙之力 正在全身的细脉中 蔓延排除七要蛇的毒 可为何随着身体流动的内功 运功速度却渐渐变快了 是哪里出了差错吗 伴随内功的运转 我发出痛苦的怒喝 但还好有惊无险 我成功地消化了毒单 我刚走出密室 父亲就一把将我抱住 你这小子为何这么久猜出来 你没事吧 我回应道 您很担忧我吗 父亲却表示没有 他相信我一定能够克服的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他一直在这里等我 果然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父亲再次问我确定没有事吗 我自信道 是的 我很好 我进入影中库以后 看到的东西和好情单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再加上随着七要蛇的毒 和长久以来 体内积压的废弃的排除 连小时候被堵住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父亲捏紧鼻子高兴道 这个结果还真是超出了我的期待 一定是先祖们在天上保佑你 才能有如此变化 看着父亲的反应 我这才发现我现在浑身臭气熏天 父亲转身表示 他要去拜一拜祖先们的排位 让我先去集中精力恢复 在走之时 父亲又告诉了我龙浩明来了 现在应该在我的房间等我 我有些兴奋 这小子回来了呀 片刻后我回到了家中 看着桌子上的礼物 我问龙浩明这些是什么 龙浩明傲娇地表示 这些都是他在路上捡的 我有些无语 什么叫路上捡的 任谁都能看出来 这是精心包装过的礼物 还害羞 可就算这样 为啥还有兵法 龙浩明回应道 我还准备了给白儿小姐的东西 看来这小子这才一回 就对可爱的白儿有感情了 行吧 我们去把你的礼物 送给白儿顺便去看看他 还有 在那之后 你和我比一次舞 龙浩明文言咧嘴笑道 好啊 随您便 看着龙浩明从容的样子 好小子 我要一次性还清之前所受的屈辱 接着龙浩明嫌弃地对我说道 您是掉粪坑了吗 为啥气味如此难闻 我有些尴尬 这小子真欠走 片刻后 我和龙浩明来到了白儿的住处 我问白儿的管家 白儿现在还在学习吗 管家表示是的 白少侠闭关修炼前 给小姐布置了很多课业 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他太专注于书籍了 看来连我来了都不知道 白儿很是聪慧 专注力强 白儿在小说里成长成了一名 非常贤明的女子 年仅十六岁 就成为了山东省里 数一数二的最年幼的军士 虽然有些可惜 但也没有办法 不能妨碍他学习 我这就走了 我刚要转身离开 白儿的管家却对我说道 公子您可不可以 稍微陪一陪小姐 小姐很想您 虽然他不同常人 但也不过是个六岁的孩童 兄长的怀抱 就像父母的爱一般 也会让他想念 我一想也是 学习并不是全部 就让我这个哥哥 稍微妨碍他一下吧 这时白儿也看到了 我疑惑地问白儿 这是怎么了 白儿捂着鼻子嫌弃道 气味 我当场傻眼 片刻后 我和龙浩明来到叫场 龙浩明问我 白里真为何闭关 我笑道 你想知道 打赢我我就全都告诉你 我回想当时击杀王中的感觉 利用不断积攒的力量 在关键时刻给出的致命一击 这是可以一击必杀的技巧 但我并不想只等待那一击 如果能够在整个对战中 一直使用的话 眨眼我和龙浩明 就交手了数十下 我看准龙浩明的破绽 随后猛然一击刺出 在龙浩明不敢相信的目光中 我催枯拉朽地斩断了 他手中的木简 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而就在我打败龙浩明的当天下午 我就接到了一个噩耗 是皇甫世家送来的书信 我打开信封 内容是被困在地牢的皇甫圣逃了 而且他们推测皇甫圣服用了火龙丹 火龙丹是能暂时从先天真气中 将潜力激发出来的丹药 是血魔教散布在武林的种子之一 他为了复仇 要放下一切吗 那样的话 皇甫圣绝对要第一时间找我报仇 是明文正派的公子哥 可他却甘愿给臭名昭著的黑蟬组织当走狗 他的心胸极其狭窄 仅仅是与他对话之时眼神太过犀利 他就想毒瞎对方双眼 并且聪明的他从不自己动手 而是让自己的好兄弟诸葛无鹰去下毒 他本以为就算诸葛无鹰失败也连累不到他 但熟读小说的我意外地穿越到了诸葛无鹰身上 知道剧情的我挖出了皇甫圣给我的毒药来源 那是一个名为黑蟬的邪派组织 我和父亲派出的精锐剿灭了黑蟬 在那里我拿到了黑蟬的交易名单 皇甫圣的名字就在其中 皇甫师家得知这件事之后 便把皇甫圣关在了地牢中 可没想到皇甫圣为了报复我 居然选择吃下火龙丹逃离了地牢 火龙丹能暂时从先天真气中将潜力散发出来 是血魔教散布在武林的种子之一 我没想到皇甫圣居然这么疯狂 要知道先天真气那可是支撑人的生命的灵魂之力 如果把它都释放出来使用 身体就不会有任何残余的力量了 父亲让我不必太过担忧 他会把宗家的精锐武人们派去帮助皇甫世家一起捉拿皇甫圣 但我表示不必这么做 他为了报仇会立刻来到我们家的 父亲有些不信道 不管世家看上去再怎么没落 这里还是诸葛世家 而身为家主的我也还健在 他要是没有发疯 但我笃定道 那家伙会疯到这个地步的 他一定会来这里的 我问父亲现在是谁在守着白礼甄 他现在正在吸收空清湿入 应该处于无力的状态 父亲表示不必担心 他已经下令让徐堂主去保护白礼甄了 我放下心来 徐堂主是谁都无法轻易招惹的强者 到了晚上 我和龙浩明在我的房间等待皇甫圣的到来 龙浩明问我确定皇甫圣会来吗 我表示肯定会 他被平时看不起的我在背后捅了一刀 所以他会立刻来这里的 那段时间我们都混在一起 他肯定很清楚我的房间在哪 龙浩明吐槽道 难道他以为知道诸葛世家房间的位置 就可以把这里当作能够轻易进出的地方吗 我调侃道 怎么了 你之前自己试过 所以知道还挺不容易的 就在此时一股杀气袭来 我和龙浩明拿起武器 下一秒就从门外射进来竖道暗器 我和龙浩明尽数挡下 紧接着一道狂笑传来 我房间的大门被人轰开 正好你们两个都在 看着眼前比之前撞了好几圈的皇甫圣 这家伙真的是皇甫圣吗 皇甫圣嚣张道 对我们出手 但下一刻那些人就全都倒飞出去 我父亲突然出现 好吓人的内力 只不过是挥挥手竟有如此威力 原来天风剑军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 父亲对皇甫圣喝道 谁恋你的胆子来这里撒野 你曾是我儿子的朋友 所以你现在投降的话 我就原谅你 就此退下吧 皇甫圣嚣张道 我要是害怕你们这个都快没落的世家 就不会闯进这里了 父亲刚要张嘴说话 我上前打断道 父亲 这家伙不会投降的 接着我来到皇甫圣面前出什么道 你真是愚蠢 你刚刚看见了吧 虽然外面破败 但不论是父亲还是宗家的长辈全都健在 你当这里是哪里 皇甫圣阴森道 就你这样的东西能做什么 还这么气势熊熊 你这家伙是趴在我脚下的诸葛无鹰 我被这句话逗笑 接着我举刀笑道 我如今可是什么都能做 不管是什么 皇甫圣嚣张道 你觉得我来这里会只在这点手下吗 外面等着的人 能够把这地方全都清扫干净 但下一秒外面就传来了惨叫声 我有些高兴 是白礼珍出关了 白礼珍的剑法无比灵力 他剑法的速度明显比之前更加快 皇甫圣剑撞连忙让屋内的手下情去支援 我让龙浩明也出去 皇甫圣我来解决 看着向外走的龙浩明 皇甫圣恼怒道 龙浩明你要往哪逃 我直接一刀砍向皇甫圣 别管那边了 你想要的人不是我吗 皇甫圣挥手打开我的攻击 听说你最近修炼的还不错 原来只会耍走皮子 很好 我就趁此机会把快没落的诸葛世家 连根都给烧干净 说完皇甫圣就一拳朝我打来 龙浩横刀防御 这一击震得我虎口发麻 刀和拳头的相撞 竟然发出了鱼铁之间相撞的声音 皇甫圣得意道 你刚才的气势都跑哪里去了 看来并未能如你所愿 皇甫圣家的绝学 是利用与生俱来的神力施展拳角术 一招一式全都是实招和杀招 可以说是单挑时最优解的拳法 此刻我有些后悔 早知道我就自己吃空轻食乳了 我能感受到这家伙 比起百日修炼的我更加坚韧不拔 火龙丹不愧是火龙丹 皇甫圣一记飞踢踢向我的面门 我连忙举刀防御 紧接着一刀逼退皇甫圣 现在的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赢的希望 这家伙仍然认为 我是一个落魄户对我放松的警惕 但我这些天可不是什么都没做 我比他更加拼命 我看准时机发动致命杀招 瞬间就斩断了皇甫圣一只胳膊 与此同时的外面 百里珍和龙浩明也解决了一众虾兵蟹将 而从门口突然走进来两个人 是皇甫世家的少家主皇甫林 我来到皇甫圣面前站定 皇甫圣现在完全陷入癫狂 他疯狂地对我骂道 就凭你这废物竟然能打伤我 我要把你们全都杀掉 然而下一秒他就口吐鲜血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走火入魔的前兆 皇甫圣癫狂道 很可笑吗 你觉得我这副模样很可笑吗 我回应道 不既不可笑 也不痛快 到此结束吧 这没完没了的孽缘 皇甫圣怒斥道 闭嘴 谁允许你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但下一刻他就被一道攻击击中 是皇甫林 皇甫林带走了皇甫圣 在离开前皇甫圣对我父亲抱拳道 后生拜见诸葛世家家主大人 父亲回应道 寒暄就免了 代家主应该很忙 赶紧把他带走吧 皇甫林在走之时表示 这次是皇甫家欠诸葛世家的 他定会还了这个债 看着皇甫林的备用 等他日后成了霹雳神权 我再让他还债 此次的事情的收获 似乎超出了我的期待 总之走好了皇甫圣 送走了皇甫林后 我转身对白礼珍感谢道 多亏你来得及时 白礼珍回应道 哪里的话 要是真算起来的话 诸葛少侠给予我的恩惠 我还一点都没有报答 我表示若是要说这件事就算了 因为我认为比起灵样 白少侠更有价值 诸葛世家从不修炼的顽固子弟 他的内功却能比肩一流高手 这让穿越到他体内的我无比震惊 以这副身体的天赋 绝对能成为顶尖高手 而我穿越的人是小说 《英雄录》中的短命龙套诸葛无鹰 在小说中诸葛无鹰 每天只知道花天酒地混日子 完全浪费了他的天才身体 但如今我来了 我必要改变龙套的命运 熟读小说的我知道后续所有剧情 我靠着情报每天努力修炼 而如今 我是时候踏足武林了 父亲给了我很多盘缠 并嘱咐我道 虽然我想给你更多 但是说到武林 必须要放弃豪华的生活 去见识很多东西 你爹我希望你能如此 我表示这些就足够了 我准备明日凌晨便立即出发 在走之前我陪班完了一天 本以为我能走个痛快 但一想到真要抛下这孩子离开 心里就空荡荡的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接着我又和母亲告别 最后 在走之前我请求父亲与我对练 想跟父亲学习一番 我以后还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父亲是行走中的高手 而且他不会吝啬任何的忠言和指责 我会全力以赴 仅仅与父亲交手两招 但我的心中就震惊无比 使用真剑的我在与木剑相撞时 居然能传来如此强力的反弹力 再加上这是只要稍微注入点内功 就会轻易破碎的木剑 比起我这个全部内功都注入的二六子还要强 这就是境界的差距吗 但反弹力越强 我所修炼的大天心剑法就更能发挥光芒 父亲对我的招数夸赞道 很出色 小混伙子的成长让我这个爹甚是欣慰 你看好了 父亲开始旋转起木剑 下一秒父亲的剑带过来的风 就把周边的大气全都给牢牢掌握 瞬间我手中的剑就脱手了出 父亲表示这是银河小力比剑 要是说大天心剑法的重点是放在极持的速度上 那么银河小力比剑的特点就是柔和的流度 沧海的深邃是无法轻易用眼睛就能看出来了 可是当你进入的那一瞬间 你要记住被卷入的那个滔滔洪流中的感受 我这才明白 原来父亲是把我以后要走的路亲自展示给我看 我一定会记住的 父亲 到了凌晨 我和百里真与龙浩明收拾好后走出了家门 是时候出发了 我们一路急迟 但前方的龙浩明却突然放慢速度 我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 龙浩明嫌弃道 你就像乌龟一样慢 我先行一步了 我顿时被气得半死 走着瞧 我现在正在学习所属世家三段的轻功 和林申轻 而且我现在可是还带着父亲给我的铁环 到了晚上 我们在一处山上休息 血魔教猖獗是在十年后 但他们的魔爪深入我们世家的时间比这要更早 是在五年后 已经不远了 百里真成长得越快 我和我们世家在血魔教的手下就更加安全 所以要快点把魂天遗迹交给百里真 就在此时百里真对我说道 诸葛少侠你自己有想过 你为何能够在十日之内实力突飞猛进吗 即便只是看轻功 不过才两个时辰 你就比之前更加快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百里真接着说道 在我看来 我认为是因为诸葛少侠对武学无尽的渴望 因为我也充分体会过渴望所带来的那股纯粹的好奇心的力量 虽然我和诸葛少侠的初始看上去像是孽元 但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说 若是可以的话 和我结拜吧 我们风餐露宿了半个月才到了一个叫做东周的村子 那是以梁山为中心的一个县城里的小村子 在这里我连一个守卫村子的官兵都没看到 百里真转头对我说道 贤弟 我们先去填饱肚子吧 我们昨天才结为异性兄弟 贤弟都成了他的口头肠啊 就这么开心吗 不过 从这里开始 就要开始真正的英雄路了